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旅行第一站 我們會帶大家來到 香港最新日本導遊點點 我是李鳳 來看看這裏場上的畫 多麼美 快點幫我拍幾張 按讚相片 咦? 到底寫著什麼 什麼是走火衝動 密盜室 到底是什麼 是啊,什麼是盜室 大家好,我是政治小博士 有什麼錯字就找我 圖片中的盜 其實是有位置上下 前後左右反轉的意思 例如盜立或者有向後走 倒退的意思 而它的正確寫法應該是 是螢光幕右邊這個島 這個島是有阻塞 阻擋的意思 原來是這樣 麻煩政治小博士 看來有很多人拍照 那一陣子 阻塞了一個門口 好啊 走到這麼累 我們不如去前面那間 好開心茶餐廳 吃東西 以下的肚子 好啊好啊 那間茶餐廳 這麼特別 是不是有個廳哥的 為什麼你這樣問呢 茶餐廳當然是用來拿東西吃的 但它的招牌寫著一個廳字 各位旅客 這裡又有錯別字了 這裡上面那個廳是動詞 代表耳朵接受聲音 例如聽力、聽覺 而它的正確寫法是螢光幕右邊這個廳 意思是聚會或者招待客人用的房間 哦原來是寫錯字 搞得我還以為 又可以吃東西又可以聽歌 不要說那麼多了 快點叫你吃吧 我好餓啊 聽說香港的魚蛋殼很好吃 但是我在餐牌上 找不到魚蛋殼 只有魚蛋、魚片殼 餐牌上面那個蛋是有早晨的意思 例如通宵特彈 如果你想吃螢光幕右邊這個蛋 意思是小鳥、烏龜等生出來有硬殼 例如雞蛋 哦原來是這樣 那我就要一碗魚蛋魚片好了 吃完東西之後 當然要吃甜品補充另一個位置 咦?什麼叫做薑汁狀奶啊? 是不是在香港才有的甜品來的? 沒錯啊 薑汁狀奶意思是用薑和牛奶 在一定的溫度底下混合一堆 之後就會形成一個 又香又滑的薑汁狀奶 咦?但是這個薑好像是少數民族那樣 又是我政治小博士出場了 唉 你們讓我休息一下行不行 這個薑是中國古代西部民族 或者現在中國少數民族 主要住在四川省 叫做薑族 正確的寫法應該是螢光物 右邊這個屋間 是一種草本植物 吃下去有些新辣味啊 麻煩政治小博士 嘩!這個薑汁狀奶真的很好味啊 我想再吃多一碗了 吃到飽是時候回酒店休息一下啦 都有都有 我想買點麵包做明早早餐啊 前面那家麵包先生是不是買麵包的? 這次我知道了 他應該是寫錯 他們這個飽字是有吃飽了的意思 是一個形容詞來的 我也知道 正確寫法這個是螢光物 右手邊的那個包 這個包其中一個意思是 帶有餡料 蒸熟的麵食 是包來的 嘩!你們都很厲害啊 看來你們都可以做政治小博士了 各位同學 你們會不會留意到 身邊的錯別字啊? 那你們又會不會把它找出來呢? 拜拜! 各位團友 大家好 這次我就知道了 他 說錯了 這次我就知道了 他 怎麼回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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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